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113年度总预算税入及税出编列完成 除了因应金融捷运编列1亿 及推展各项市政建设外 还要偿还债务 相较于市长谢国良刚上任时 债务余额67亿元 预估明年债务总额可少1亿元 税入还有税出的一个编列的一个状况 金融市政府2024年总预算出炉 税入预算为238亿元 较今年196亿元 增加了42亿主要为中央计划型补助收入 我们113年度的这个税入预算 我们是编列了是238亿 4273万4千元 那相较于前期呢 前期是112年196亿3520万 那总共是增加了42亿753万多 这是关于税入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主要 税入的增加是有哪些项目呢 那首先是关于中央计划型的补助 大概有19亿左右 那再来是一般性的补助大概是9亿多 还有是统筹分配款约占8亿 还有军工教调整待遇的补助经费 约是2.8亿 至于税出的部分 113年度税出为240亿9千万 相较112年度196亿元 增加了44亿元 主要是因应中央补助计划 那如果呢 将我们这个税出的这个预算 按照我们正式别的这个结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的占比呢 是达到了32.47% 那预算的金额呢 是来到了78.24亿 那在第二高的部分呢 是我们社会福利的支出 它的比例呢 是18.55% 那它的预算金额呢 是44.71亿 那第三高的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支出 是13.26% 那是31.96亿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税出 预算的一个主要项目 那总共是有19项 到113年底 我们的债务余额会到66.04亿元 那相当于是我们已经 我们的这个债务余额会减少 一个亿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也期盼呢 就是因为有 有鉴于我们上任时的这个部分 我们仍然有鉴于说 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这种捷运 还有各项市政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仍然呢 是有这部分能力来进行一个债务的偿还 那我们也期望说能够用有限的一个资源 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是虽然是有短差 可是借薪债还旧债的部分 我们中间还是有竭力的在还1亿元 此外外界关心电动机车预算部分 深浮指出 今年电动机车已经追加预算3.8亿元 将是今年申请情况 明年可以编追加预算 记者黄绍明自用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水陆两栖运聚鸭子船 在国外旅游是一项热门的旅游运聚 金融市政府产发处前一阵子到日本口查 宣布今年将编列5000万元的经费 将串联金融市区与港 打造海陆旅游的亮点 在日本搭乘水陆两栖运聚 缓缓进入港区下水行驶 游客在车上拿起相机猛拍照 下水这一刻惊呼连连 好世界 除了在港区内进行观光导览之外 离开水域还可以直接开在路上行驶 这一项在国外相当热门的水陆两栖运聚 金融市政府日前特别到日本考察 宣布将引进基隆 那其实鸭织船在日本东京 跟横滨还有美国波士顿 还有新加坡 这个都有成功的营运的经验 那我们这次也拜访了 这个东京都下面的江东道 江东道的区政府 因为他们是在十年前 就用鸭织船来配合他们当地的一些祭典 然后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活动 来吸引一些人潮 那我们也拜访了两家营运商 还有一家的制造商 对然后总共去看了三个 目前有在营运的地点 包含这个横滨 然后东京的台厂 然后还有这个富士山的河口湖 那其实都发现 其实现在在疫情后 那目前搭乘这个鸭织船的比例 其实都还蛮高的 刚刚我上述的这几个城市 包含新加坡 包含波士顿 包含东京 横滨也好 其实都是海港城市 那其实跟我们基隆都是非常的相近 对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鸭织船的时候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可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不同的载具 带来的这些新鲜感之外 那其实在海上也可以透过近距离的接触 这些游轮跟军舰的设施 然后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 这个城市的一些景观设施与历史的发展 政府目前规划未来购置的水陆运具 俗称鸭织船 结合中原季 锁管季等活动 成为新的亮点 相关巡视地点都还在评估 海陆两栖的这个运具 未来可能也不见得一定是用这个鸭织 或者是它上面是出现的 这是Caba Caba在日文是河马的意思 那其实也会用不一样的这个呈现的方式 来呈现给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到这个 包含这个 未来看是中原季啊 手管季啊 或许都可以当做一个行销 或者是一些新闻的亮点 其实这些都可以搭配我们基隆 所有的这个 祭典或者是活动一起来露出 那相信这个会带来不一样的 对于要了解基隆 对于想要观光基隆 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触跟想法 水陆两栖运具 遍布在基隆观光景点 都受到游客的欢迎 政府初步计划向日本厂商购置 每烧约在两千多万元 未来串联基隆市区和渔港和风景区 打造海陆旅游亮点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借用商工航电科与资讯科 响应环境部与海科馆推动的 青年绿色旅游专案计划 带领学生参与绿色旅游行程 实践环保减碳的教育目标 可爱的花园蔓 还有各式水母 标本也要认识哦 从不同的面向 认识海洋生物 进而重视海洋议题 为环境保育而努力 基隆商工航电科与资讯科 配合环境部与海科馆推行的 推动青年绿色旅游专案计划 带领学生进行绿色旅游 参访海科馆 造访绿色景点 环保餐厅 实践环保减碳的教育行程 符合政府的一个预期 那搭配就近的一个资源 其实是在地最好的一个福气 那也希望从这样的一个活动过程里面 那让学子们可以重新的认识环境 那让每一个环保的种子再重新萌芽 环境教育是将环境行动经验 融入于学习活动中 海洋教育则是教我们怎么保护生态环境 然后在地资源利用是叫我们不要乱丢垃圾 保护地球这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提升 大家人们对于环保这方面的意识 然后海洋教育的话可以保护海洋生态的环境 减少塑胶的污染 在地资源的利用的话我觉得不仅减少了环境的影响 还支持当地的经济还有生态平衡 这三个方面帮我们推向更环保更永续的未来 从航海时代特展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出发 再透过智能海洋馆沉浸式的海洋VR体验 海底世界直播近距离看海洋生物等活动 感受海洋的重要与美丽 在深度旅游的同时 一起守护在地环境与地方文化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引进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课程 9月26号邀请理工学院PI教父班瓦教授来台 与产业领袖分享心知 在基隆举办台湾PI实体互联网继永续高峰会 市长谢国良期许 透过PI实体互联网 重拾基隆在供应链物流领域的战略重要性 我认为这是一个产业巨大的转型 大家都知道基隆过去以来 就是台湾尤其是北台湾的国门 以前没有中正机场的时候 一切都要从基隆到 台湾PI实体互联网继永续高峰会 26号在基隆登场 市长谢国良发表致辞 强调基隆将成为供应链物流人才培育中心 这个实体互联网到底基隆 能不能够在这个产业的转型上面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是我所期待 是要仰赖的 不只是学校 不只是受 更是在座各位业界大家的共同参与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很明确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单打独斗 我们期待大家今天过来参与这个高峰会 我们非常感谢 但是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在座的各位 都可以心里有几句话 就是基隆市未来如何跟大家连结 美国乔治亚教授在演讲中提及PI实体互联网对于物流业代的革新和变迁 而基隆港具有世界的竞争力相当的看好 希望基隆未来能够成为这个供应链物流人才的培育之处 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会跟乔治亚州理工学院来商讨 提供给基隆的就业人口 或者是再集在基隆 但是在各个供应链物流企业工作的这些专业人士 一些供应链物流相关的高阶课程 不管是透过乔治亚州理工学院共同授课来完成 那希望大家未来想到这个供应链物流专业人才的时候 基隆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佳的提供者 长期来看我们现在正在跟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学者们 研究实体物联网就是Physical Internet 简单来说就是供应链物流行业里面的共享经济 看能否基隆可以在这个产业的变迁当中 站下一个关键的位置 那当然这是一个新的产业 大家都了解Uber这个产业对于优步 对于这个过去传统计程车业的一个冲击 还有这个Airbnb对于饭店业的冲击 那一样的这个Physical Internet 是不是对于这个物流行业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改革变迁 也是我们在密切关注的 所以短期我们提供基隆市高阶管理相关的一个知识 跟乔治亚州理工学院长期我们来看产业的变迁当中 基隆从过去的一个国门 曾经是全世界第七大的一个商业港口 我们希望能够重拾基隆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要性 透过实体物联网的这个技术及知识的一个改革 乔治亚理工学院供应链在全球是顶尖的名校之一 这次受邀来台除了分享PI新职之外 金融市政府和美国SOLI国际物流协会台湾分会 将共同推动智慧物流学校落脚基隆 将带领金融物流和供应链产业迈向新的智慧城市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仁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特别举办了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等善心团体 制赠了275位韩式就业包 以及应结的月饼和柚子 还有勤于两用的折叠伞 鼓励韩式振作 找到适合的工作回归社会 275位韩式锦南有序排队 领取各项为他们准备好的物资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在慈人里面活动中心 举办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基隆市达摩爱心会等善心团体 制赠韩式们就业包 以及应结的月饼和柚子等礼品 更特别提供勤于两用折叠伞 鼓励韩式振作 找到适合的工作 重新自立回归社会 最主要是邀请基隆的街友 单亲妈妈 以及独居长辈 社会编人等韩式 一共275位到现场参加这场活动 那我们在现场会发放 应景的物资 像是月饼啊柚子啊 以及一些清洁用品 牙膏牙刷 还有一件全新的衣服 让他们做更换 那今年也很特别 我们准备了这个折叠伞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帮 帮助这个韩式 可以透过这个 帮助他们找到 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非常感谢这个协伴单位的 创为精密材料 有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 来担任我们的协伴单位 以及赞助单位 许许多多的基隆市的 善事朋友 一起来赞助这场活动 那我们可以顺利将 这些爱心的物资 发放给有需要的 这些穷股 包括基隆市议员曾宜芳 也亲自到场 关心韩式们的生活状况 而在仁安基金会 志工以及创为精密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人员 一起帮忙下 顺利圆满完成这项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民国九十七年 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由于金星雕刻的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视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得省下不少电费 老子电炮换你的LED 省电省钱又明亮 哎哟真厉害啊 诶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要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拒练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咳咳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但是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 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谁说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那旗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是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其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栓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中秋节快到了 金融市议员郭美秀 将在9月29号当天 邀请盛兴团体 共同举办 街友中秋联欢福宴 不只请韩式街友们 好好吃顿饭 陪他们过中秋节 也将制赠 加大型的万用背包 可以装进所需的 日常生活用品 机动市议员郭美秀 亲自示范把 包括睡袋 肥皂 袜子 内衣裤 等生活用品逐一塞入 由机动市达摩爱新会 赞助的万用背包里面 就能够了解 这个万用背包 有多好用 方便韩式街友 移动时使用 因为这一次的物质 不是太多了 从头帽子 然后两套 一套冬天 一套是夏天的 休闲服整套的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的内衣 包括袜子 包括布鞋 包括换洗的用具 沐浴机 那个香皂盒 全部包括 就是环保的餐具 都他们帮他们准备好 中秋节快到了 市议员郭美秀 将在9月29号当天 邀请善心团体 共同举办街友 中秋联欢福宴 不只邀请韩式街友们 好好吃一顿 陪他们过中秋节 也将制证 加大型万用背包 可以装进所需要的 日常生活物品 并且制证 每位韩式街友 秀有基隆 有爱的衣服 鼓励韩式街友们 振作找到适合的工作 重新自立回归社会 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 没有人愿意当韩式 没有人愿意当低收 可是当不小心碰到事情了 他们旁边没有人协助他们 他就是会放弃 那我们今天让他知道 社会是有爱 我们基隆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所以我在我们的修行文 后面也写 基隆有爱 那个有是谁 有朋友的有 这个有爱 所以说我希望 我们每个角落的一些温暖 要把它散发出来 中午中秋节当天 我会协助他们 如果可以办低收 就可以办低收 可以办残障人士 就办残障人士 可以那个就是 媒介工作 就尽量帮他们协助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安置在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在那个安置中心 那因为我还要跟他们 劝导 基隆是台湾的头 那台湾的头 我们四人官张 是非常的重要 郭美秀也非常感谢 包括天行者慈善协会 达摩爱心会 基隆市政府食物银行 以及台电协和发电厂 等散心机关团体 和民间散心人士的 共同帮忙 促成这项爱心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用国台语双声道 向国人献上祝福 争取支持 至于外界关切的竞选总部 基隆的部分已经确定 11月11号成立 这也将是赖清德 全国第一个成立的 地方联合竞选总部 象征由台湾头出发 带领国家继续向前 在中秋节前夕 用鲜熟的国台语双声带向 国人贺杰 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4总统选举的副总统 即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希望他提出的国家续航工程计划 能带给年轻人希望 也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他是以党主席的身份 那么像我们全国所有的同胞 那么请致意说中秋节 再过两三天就到了吧 那希望说在这个中秋佳节 能够祝也是说大家团圆的日子 那么中秋的佳节能够 和家平安 事事如意 那当然我们党主席赖清德 当然也是我们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他在祝贺池当中 那么也提到说 他最近有提出我们国家的希望工程 那这整个国家希望工程 就是说希望说能够 那么给年轻人 那么减少压力 那个并且能够更加照顾一些 弱势团体 然后也让我们那么台湾 那么能够向前迈步 向前行 然后可以给国际上 能够能见度更加的增加 此外赖清德全国第一个总统立委 联合竞选总部 预计11月11号在基隆成立 地点初步确定在校二路上的 原三军总议院院子 希望由台湾头起跑 带领国家继续向前行 竞选总部之前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中央党部 希望我们基隆市 因为是作为台湾头 那么在台湾头里面 我们是要第一个来成立 我们赖清德及立法委员 郑文庭的这一个竞选总部 那么联合竞选总部来成立 时间大概就在11月11号 那么地点将会在我们校二路 那么之前的三军总议院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会是非常的广 那么里面是非常的宽阔 大概就是说从台湾头 我们基隆市 第一个来成立竞选总部 针对近日蓝白河的传言士气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强调 赖清德竞选团队始终以一对一的竞选情况做准备 持续与各县市党籍立委参选人合作 一步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争取更多国人支持 达成2024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选举总目标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位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鸡龙的位